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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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时间我们公司也贩售手工罩 我们在这里特别推荐本公司最厉害的手工罩 松香强效去污加湿罩 百分之百纯天然的植物配方 你不要以为纯天然成分它的清洁去污力不会够 它真的纯天然也可以拥有超强劲的洗洁力跟去油垢的能力 我们拿下来的是抽油烟机的厨油槽 大家都知道这样子的厨油槽是很难清理的 我在使用这个厨油槽的时候呢 我先喷了一下我们的松香加湿罩 然后呢我再放到清水下面去稍微清洗一下 你看我用我的手去把这个油垢把它搓掉 然后那个手几乎就没有黏腻的感觉 当然还有一些旁边的一些缝 还有一些黏黏的 那么我就会用我们的四号罩把它喷一喷 然后再用我们的菜瓜布或者是用海绵 稍微把它抹一下 抹一下之后呢 这些油垢呢就会被化掉 就很好洗超好洗的 之前我们如果说是使用一些化学的话 你可能就要戴手套或者是戴口罩 可是像使用我们这个纯天然的四号罩去洗的话呢 妈妈在洗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它超好用的 几乎是不伤手 这就是我们的四号罩 通常我都会在洗完之后呢 我再喷一些在这个除油槽里面 然后再把它放到我们的抽油烟机下面 然后我还会再加一点水 加点水让这个除油槽呢它有点水 然后让这个滴油滴下来呢 它就会在水的上面 这样子使用起来 下次再清的时候就会更好 就像我刚刚做示范的时候 只要用手扣一扣 它就干净了 希望呢 我这样子的示范 可以解决你在 清洗抽油烟机的时候的困扰 它是超好洗的 我接下来呢就要把它放到我们的那个抽油烟机下面了 有机会你可以买我们的四号罩试试看 我觉得可以解决很多家庭主妇的困扰 AK10加3Y等于10它的正整数解有多少 倘若它这里没有一个正整数解这样子的条件在的话 一般来讲我们说这样子的二元一式的方程式呢 它就有无数多的解 那么它这里有说一个是正整数解 不包含0 那么我们就要慢慢的试 那么我们在试的时候 同学可以用这样子的奇格方式 好比说我这里试1 正整数嘛 那你就0啊 负1啊 负2这些你就都可以表示了 就直接设1 如果说这里设1的话 Y就会等于3339 9加1会等于10 如果说X等于2的话 2加3Y等于10 3Y就会等于8 Y等于3分之8 Y等于3分之8它不是整数 所以我们就不用看它 如果说X等于3的话 3加3Y等于10 3Y等于7 这里的Y也不是整数 不用看它 我们看4 如果说 X4等于4的话 4加3Y等于10 3Y会等于6 Y就等于2 Y等于2就OK 那如果说是X等于5的话 5加上3Y等于10 3Y等于5 这里也不是整数 不要看它 如果说X等于6的话 6加3Y等于10 3Y等于4 Y等于3分之4 这也不是整数 这也不是整数 不要看它 如果说X等于7的话 7加3Y等于10 Y等于1 就这样子 你看这个是321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下面就不要看它 我们总共有几组解 总共有这样子的一组解 两组解 三组解 总共有三组解 所以我们这里选B 那同学有看到 我们这样子是不是要4、7个 可是倘若我们在设的时候 我换另外 如果说我们在设的时候 不要从这里设 我们XY 如果说我从这里设 让这里设1的话 因为我们这里要设7个 那么如果说我从这里设的话 可以从1开始算 X再加上3乘以1会等于10 那么X就会等于7 7 那如果说Y等于2的话 Y等于2 3266等于10 所以X就等于4 等于4 等于3的话 X再加上339等于10 所以X就等于1 好 我要跟大家讲的意思是说 当我们要设的时候 判断有几组 你可以从系数比较大的 系数 不晓得现在同学 对系数两个字 有没有感觉 我未来如果说 在讲系数的话 这个系 有点像是有关系的数目字 有关系的数目字 跟Y有关系的数目字是3 跟X有关系的数目字是1 有关系 这个系数如果说是比较大 从系数比较大的地方去设会比较快一点 你下次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这一题呢 就是选B